岳飞见几个师弟要走 离开京城回家务农 急忙拦住 贤弟啊 慢 你们只顾赌气走了 回家怎么办 你们走了 对得起咱的寿业恩师吗 咱的老恩师周老先生 年过七旬 在我们身上耗费多少心血 他教我们习文练武 为的是一盏红壶之枝 你我弟兄朝习文夜习武 流了多少汗 出了多大力 负了多大苦 难道回雨一旦呢 再说了 如今金兵犯进 说我百姓充当奴隶 我们不能坐视过呢 唐怀说 哥哥 你忧国忧民 谁知道啊 我们也想 报仇国家 怎样人家不用他们 朝有人好作观 谁给咱说话 咱没人呢 所以相不可常 你是白染一水 白丢人宣誓 不如回去 一说朝里有人好作观 哎 岳飞想起一件事来 天地啊 有了 你忘了吗 临来的时候 向周刘大人给我一封信 叫我到宗泽元帅府投书 这封信还在我箱子里 原想我不去了 冲柴跪 我还真得走一趟 那位说了 岳飞是个老百姓 怎么认识向周总兵呢 原来 岳飞在河南可小有名气啊 十三岁 县礼小考 得中第一名 收考 又独占袍头 为向周总兵 刘光世乡中 收为门声 这次岳飞 能够进京港口 还是刘大人叫他去的 临走的时候 刘大人不放心 说嫌弃啊 凭你的武功 你准能得重状 可是 官场的事 你不清楚啊 别忘了 得打通关节 别说你穷没钱 有钱 我只能提起 你性情耿直也不会花 可是不花钱 就恐怕的状元落在别人手 要是没钱 有人说话也行 你又没人帮忙 这么办吧 好歹四个诸考官 有一个是老元帅宗泽 跟我交心很厚 我给他写封信 叫他官兆一二 你呀 就能借点光 就这么 刘大人给他写封信 岳飞带在身旁 来到京城 原想 不到宗泽府头书 我凭本事下轿场 用不着借谁光 因为梁王的事 我去一趟 汤乖说也好 你到那看事做事 就跟我说 老公 我也得跟着 哎 我到那办事去 去去就回来 你跟着干嘛呀 哎 我们也见识见识 开开眼嘛 我怕到那 你惹是非 不能不能 到那什么也不说 哎 你们都愿意跟着吧 我们都愿意跟着 哎 也好 那咱们一块走吧 汤乖说等等 大哥 你这身衣服 有点积物了 一路上又没换 脏了些 我箱子有新衣服 你换啥 到元帅府 总得干干净净的 算了吧 喂喂喂 换上换上 也好 他刚想拿汤乖的衣服 张贤说话了 别讲 大哥 他是白衣 到元帅府 讨过吉利 换我的 大红的 就这么 岳飞换上 大红缎的杂巾 大红缎的剑袖 人是衣服 马尚安 岳飞换上新衣服 大伙这么一瞧啊 嘿 好 嗯 大哥 太好了 这像新古老爷子一样 别开玩笑了 衣服都是剑 快走吧 来到了门前 找人一打听 宋泽府在哪 不太远 出了胡同 过了十字街 望里一拐 不远的地方 就是元帅府 简断接说 弟兄几人来到元帅府 闪目这么一看 哎呀 这是镇国元帅府 确实乌一风啊 前出一廊 后出一煞的房子 对面是影币墙 天鼓响的门洞 两旁边上马师 下马师 拴马装绝 往里边看 有中军官 棋牌官 都在里边 站岗直勤 岳飞说 先帝 在这等我 我过去偷书 等会儿啊 哎 呃 你给我说大哥啊 我有点不放心 你说人家柴柜创门 大箱子 小柜子 忘礼送礼 你看你 空两手 扛着脑袋进去了 还跟人抢撞员 弄不好啊 非让宗泽 把你抓起来不可 大公 你真有好歹的 我怎么办呢 说着说 他要哭了 岳飞乐了 先帝呀 你多此一举 听说宗老元帅 是干了国中良 再说 即使有个不好 来个百八十人 于兄 也不在乎 你们 静听佳音 岳飞 哼 哼 哼 来到室外府门前 冲着里边一闭手 里边 哪位军爷听差 打里边 走出个棋牌棺 上下 打量岳飞 哪儿呢 有什么事情 哦 我乃 向周武生 叫岳飞 奉了总兵 刘光世大人之命 给宗老元帅 偷书 说完 从怀里 掏出书信 递了过去 棋牌棺 结果一看 哦 是向周总兵的信 他知道 刘光世跟宗泽 交情很厚 经常有书来信往 好吧 到尔房呢 等一会儿 我给你通病一声 就这么岳飞 领着歌几个 到尔房呢 等着 棋牌棺 直奔书房 再说 老帅 宗泽 是浙江伊吾县人 自入林 宗老元帅 十三岁 从军入武 今年七十多岁 数十年的戎马生涯 争杀在江场 所向披靡 为阵翻邦 现在年事已高 仍然 忧国忧民 他这是刚刚下朝回来 坐在书房 他的两个儿子 踪影 宗芳在旁边陪着 老人家今天是愁眉不展 宗芳说 爹爹 您怎么了 孩子 金军范静 前我官城 朝大空虚 缺少梁将 老夫 年事已高 不然 我就带队出征了 什么人 能够杀退金兵 马上开科取士 害怕 没有将杀 哎 梁王差跪 非要夺这颗状怨不可 我是为这件事情着急 宗老元帅 愁坏了 因为小梁王差跪 到几个主考官家里送礼 也到宗泽这了 宗泽没在府里上朝去 小梁王把礼物给留下了 等宗泽回来 气坏了 派人不礼品呢 退回去了 可戏一打听 那三个主考官 把礼物都留下了 宗泽明白啊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啊 既然他们把东西留下 恐怕把这状元 许给柴贵 柴贵为什么要夺状元 什么人能够把他打败呢 所以犯愁 宗芳说 爹 用不着您着急 天下举子来了好几千 就没有人打败柴贵的 孩儿啊 无一高强者有 可是怕没那个胆量啊 别忘了柴贵 他是藩王 他是王爷皇亲国戚 港考的举子是老百姓 老百姓敢和王爷动手吗 所以我担心啊 就在这儿 棋牌官来到了书房门口 等一两双话 这才进来 启禀元帅 门外来了下书之人 自报是河南武生叫岳飞 说完把信递过去 老元帅 接过书信 一看信品 是河南向州总兵刘光市 这是他好朋友 一看这封信 松泽心里痛快 拍个武生送信 甭问 这是进京港考举子 叫我关赵一儿 我看看 信上写的什么 说完把风口 晕湿了 用指甲撬开 抽出信仰 打开棺球 指尖上写 自别尊严 九十台教 供奉老元帅麾下 公通山岳 明灯麒麟 老元帅高兴 他说 老元帅公通山岳 明灯麒麟 这可不是阿谀奉承拍马帝 老元帅确实 当之无愧 刘光市每次写信 都这么写 老元帅也爱听 再往下看 今有五生岳飞 年二十三岁 河南向州汤淫人士 文有孔孟之才 无有孙无之略 公开三十日 剑四游击 十八班兵刃 样样精通 素有报复之心 奈勿请英之门 姓文黄恩浩荡 故此进京港考 望其照夫 不埋没英才 落款式 刘光市 阿 老元帅版是封信 扔地下 把踪影踪方吓一跳 约河 我爹什么毛病 这是老小孩 说乐就乐 说生气 来脾气了 信还扔了 这信是写什么呢 这哥俩你看看我 我看你 谁没敢捡信 那有规矩啊 爹 您是怎么了 哎呀 气死老父了 这是画龙画虎 男画虎之人 之面 之心的 我拿刘光市 当知己 想不到 他是 这种的小人 爹 他怎么了 嗯 刘光市 吃贿赂了 这封信 能不能 让孩儿 看一看 拿去 宗方捡起来 把信打开 翻过来看 料过来看 上面没说多少银子 也没说什么官 爹 这 孩儿才疏学浅 这尚 宗泽信的话 你们就认尚这字 里边什么意思 开得我老头子跟你讲 过来过来 你看他写的 说岳飞 闻有孔孟之才 吾有孙吾之律 岳飞二十三岁 他有孔子 孟子之才 谁信呢 他要是认几个字 出个诗 对个对子 我信 有孔孟之才 从嘎拉一降生开始 习学文学 也没有孔孟之才 有孙子 无死之套略 这更是笑话了 有公开三十 剑四游击 十八奔兵人 样样精通 世上哪有这样全才的人 想必那岳飞 家里有钱 有钱 没功名 用钱 来买官职 花了几千银子 叫刘光氏 写封信交给我 叫我提拔他 真是 岂有此理 宗泽气狗呛 宋方说 老爹爹 息怒 以孩儿看来 刘总兵不是那人 他是清官 怎么办 岳飞就在门口呢 你可以把他叫到堂上 当面考试 如果真是文武全才 咱也便埋没他 要是花拳绣嘴 把他赶出原门 永不听用 你看如何 这个 嗯 言之有理 来呀 给我点鼓俱将 是 七拍官 登登登登跑出去 赶紧告诉东军官 中军官站在堂口高喊 哎 两相听着 援帅又声堂哦 就听着 咚咚咚 喂 鼓声一响 赞堂的一喊堂威 喀 帅夫可乱咯 袁帅清一步声堂办公室 文官武将 在下边伺候着 有各个屋子 该办什么事情 办什么事情 用不着兜兜一块 突然大帅有生堂 没有准备啊 文官赶紧穿元岭带乌纱 武将顶铜盔 挂铜甲 一提甲叶子哗啦啦 都来到大堂一上 大家你看我 我看你心里琢磨 今天有什么急事 元帅怎么无国要生堂啊 不是时候啊 元帅没吃早点呢 是啊 刚下潮啊 行了 元帅来了 大家都站好了 齐宁门思牛开放 老元帅身招官服 腾腾腾 来到白虎大堂 率案后边坐稳了 宗颖宗方站在身后 在他文武官员呼啦上前十里 看见元帅 免 那宗泽面臣似水 来啊 把河南的岳飞 带上堂来 炸 就这一嗓子 就好像清空打个炸了一样 岳飞吸了一方个儿了 嗯 我有什么罪啊 元帅命我上堂回话 本来 岳飞投书 这是正常事情 把书信送进去 你等一会儿 有回信 你带走 要是没回信呢 告诉一声 说知道了 你走吧 这就完了 等了半天 元帅击鼓升堂 哦 元帅太忙 可能处理公事 然后再办我这件事 没想到升堂之后 叫岳飞上堂 岳飞吓了一跳 我怎么得罪宗元帅了 哦 我明白了 一定是刘大人那封信写什么 元帅不高兴了 能写什么呢 岳飞很聪明 想必是刘大人 把我说得太好了 元帅不相信 要到堂上亲自问一问 看一看 哎 怕这何来 他站起来 刚要往里走 牛搞着急 哎大哥 你别去啊 怎么样 元帅急了吧 我就说 关关相护 快跟我跑 咱们现在走还不晚 贤弟 你不用管 我到堂上看一看 岳飞 整整帽子 衬衬衣服 蹭蹭蹭 在大堂上 往上一走 宗老元帅 闪目 温桥 嗯 离远看岳飞 火红炖 杀金火红炖的剑袖 这个鲜艳呢 他回头看看宗方 怎么样 我说的不错吧 你看这身衣服 这有钱家的子弟呀 嗯 这哪是港口来了 这是来 相亲来了 再说 岳飞 岳飞 岳鹏 来到大堂之上 闪步这么一瞧 呀 好威风啊 不愧是 留守 一玩帅府 文东武西 两相战利 文官 沙毛赤 突突乱颤 武官 三英乱闹 特别是武将 什么偏将 副将 崖将 中军 棋牌官 高歹的 胖的 瘦的 胖大 魁梧 瘦小精神 这么多人啊 躺上 生喜 节悟 静的 吊根针 都能听见 看来老元帅 治军有方 再往对面一瞧 是帅岸 摆着兵符令箭 虎皮高娇以上 坐着宗老元帅 别看老元帅 年过七旬 身高 体壮 头戴 三叉 帅金盔 三英高调 身挂 软甲 外照 战毛 望里人看 肉文堆垒 苍梅入壁 五柳 银絮 飘洒 天胸 根根头肉 条条 头疯 好像 扳脚的苍龙 吊了俩的蒙古一样 坐在上边是 伯怒 自 威 岳飞 抢不亲身 连忙跪倒 武生 参见 元帅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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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飞 本帅问你 刘光 寻写给 本帅 这封书信 你 花了 多少银子 买的 今天 实话实说 万事 尽秀 不然话 来呀 看 大行 啊 啊